哈尔滨小锅夜饼店停电,老板开启烛光晚餐模式1月2日晚上,哈尔滨市中央大街上的一家小锅夜饼店内,突然停电,让店内的顾客们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 但是,老板并没有让大家感到失望,他立即拿出手电筒并安抚大家鲜吃,自己去打市长热线,可是市长热线并没有给出及时的回应。 20分钟过去了,店内还是一片漆黑,老板开始感到焦虑,但他并没有放弃,他开启了烛光晚餐模式,让店内的气氛变得温馨而浪漫。 他还特别关照了还未用餐的顾客们,提议大家一起去分店吃饭,还补贴10元钱。 这波操作,让店内的顾客们感到温暖和感动。 据了解,这家小锅夜饼店是哈尔滨市内一家比较有名的小吃店,以其传统的东北风味和实惠的价格,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 这次停电虽然给店内的顾客们带来了一些困扰,但是店家的细心和周到的服务却让大家感到非常感动,这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家小吃店。 认为它不仅仅是一家餐厅,更是一家让人感到温暖的家。